2002年10月 国家主席江泽民到美国访问4天 期间到过优斯敦 重温当年的报道 访美行程进行了短短3天 江泽民已经多次回想当年的经历 今天在与优斯敦华调和游学生见面时 也没有例外 他首先提到 早上在布殊图书馆参观的时候 见到一幅20年前自己的照片 感觉到原来自己已经年纪大了很多 他又提到 今次再见回已经重伤的前美国国务卿背黑 但是我发现这个贝克是一气风发 发现我已经年轻了 就是无关一身亲吻 我别的本事没有 有一点我是爱好学习的 到哪儿是的 另外三后他和乔治布殊会晤的时候 还会谈到中共新领导层的交替 和中国未来的发展 这次到现在没有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